19年前全家福曝光,韩国瑜手捧萝莉寒冰,乡民全暴动。 准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大女儿韩冰外形出众,气质清新脱俗,从竞选时期参与父亲助选活动就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。 近日,由网友翻出一本。19年前的农民历,上方竟有韩国瑜一家人当年所拍下的全家福照,网友看了不禁惊呼视罗里时期的韩冰。 韩国瑜和妻子李嘉分手中捧住一名女童的合影,疑似就是大女儿韩冰,引发热议。 图翻设字。 PTT 网友 Andy Lee在 PTT八卦版分享一本。 19年前的农民历,文中指出,西元,1999年韩国瑜选台北县,县清北市,立伟时的文宣,印在农民历大概是增加文宣曝光率。 而其中一页韩国瑜与台北县的心情分向文章左下角,一张韩国瑜和妻子李嘉分手中捧住一名女童的合影,疑似就是大女儿韩冰。 而除了韩国瑜之外,里面还有宋树瑜,马英九当年的照片。 除了韩国瑜之外,里面还有宋树瑜,马英九当年的照片。 图翻设字。 PTT 有网友看了忍不住惊呼视罗里时期的韩冰,其他网友则纷纷回应岳父选上立法委员,加分那时候好证,原来那时候就出了。 也有网友好奇询问韩国瑜现在怎么没戴眼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